在爵士堂门中,周老师就是个六皇魂帝 他也配称为怪物老师吗? 作为男主或语号的老师 周老师的实力与天赋远比大家看到的更加可怕 初次见面的时候,唐亚变称为周老师为怪物老师 是因为周老师的严格 是史莱克学院出了名的恐怖啊 但其实,周老师的强大远远不止如此 周老师原名为周一 虽然,魂帝强者在斗罗大陆中算不上强大 毕竟第一部中后期,封号斗罗就已经快烂大街了 但其实,周老师的年龄啊非常年轻 其真实年龄也就二十来岁 这个年龄可以达到魂帝实力 若以后机缘足够 未来,极有可能突破这封号斗罗 在爵士堂门的预告PV中 也是暴露了周老师年轻时候的样子 可见,周一此时啊,确实是个大美女 她之所以卫装成老太婆 也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学生 卫装成一副灭绝姿态的岩石形象 周老师本来的样子 其这是身材火辣的美少女形象 但这个样子很难振着助学生 尤其是,还会分散男生的部分注意力 都光顾着看美女老师了 怎么可能会好好学习呢 所以,现在周老师就以老太婆的形象出场 但是,变成了美少女的周老师 不但人美心善 而且颜值出众 更是追到了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樊宇 在援助中啊 周一对霍宇浩的帮助远超唐三 他不但给霍宇浩申请了贫困补助 更是在得知霍宇浩的武魂是灵谋时 帮他研究武魂 并鼓励他学习魂倒器知识 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对象樊宇 只能说周一当初会掩饰猪 如果没有 周老师当初的引荐霍宇浩的魂倒器天赋 根本就不可能会被发掘 自然更不会有 未来的斗罗大陆第一魂倒师 林冰斗罗霍宇浩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爵士堂门的朋友们 记得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